30日 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击退西方集体的反攻 并保卫俄罗斯国土 他说 一旦俄罗斯失去部分国土 俄将不得不使用核武器 梅德维杰夫强调 假设乌克兰在北约支持下的进攻得逞 并夺走俄罗斯的部分国土 那么根据俄罗斯总统2020年6月2号的法令规定 俄方将不得不使用核武器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梅德维杰夫称 俄罗斯的敌人因此应该为俄军勇士祈祷 他们不会让世界核火焰点燃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21号对媒体表示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工作 正按照此前俄总统普京提出的计划表进行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改变 他同时强调 在现行框架下 俄罗斯并没有把核武器的控制权转交给任何人 5月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签署了 在白俄罗斯部署俄罗斯战术核武器的协议 不过俄方强调 部署在白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控制权 仍然属于俄罗斯 6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 俄罗斯已经将首批核装置 运抵白俄罗斯境内 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工作将在今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在白俄罗斯上的评论坛上表示